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供需弹性 在前面的几个单元当中 我们谈到了供给 也谈到了需求 也跟各位提到了 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是什么 那么影响供给变动因素是什么 所以在各位去回想一下 我们之前曾经说过 影响需求量改变因素 除了本身价格之外 价格的变动会导致需求数量的改变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需求量的改变 但是除了本身的价格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的因素也会导致什么 也会导致需求数量的改变 比如说所得 比如说其他产品的价格 其他产品价格变动 我们对于本身产品的需求 虽然会改变 我们也曾经跟各位提到过 所谓的替代品 互补品等等这样的概念 之前谈的是影响供给 还有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弹性 那什么是弹性呢 待会我们会跟同学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简单来说弹性就是一种数量变动的敏感度的指标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需求数量变动的敏感程度 还有供给数量变动的敏感程度 我们要把它 它的敏感程度的那个指标 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它呢 我们就说我们就用弹性 用弹性这样一个东西来衡量数量变动的敏感度的指标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学习目标 有三个 第一个 我们要让各位同学了解到需求 价格弹性到底是什么 供给的价格弹性到底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希望当同学已经了解到需求价格弹性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进一步把它跟总支出的概念 把它结合在一起 让各位同学去了解到说 当弹性大于小于的时候 总支出它的变化情形到底是什么 第三个 我们想要去让各位同学了解到的是说 透过弹性的大小 政府对于商品磕税的时候 因为弹性的大小 会影响到这个生产者转嫁租税的程度 这些部分呢 我们都会透过图形 图形分析的方式来跟各位同学做介绍 在学习方法的部分呢 我们也是希望 一开始各位在聆听这个课程之前呢 有关供需弹性这个单元的一些内容 先做一些预习 在课堂当中呢 能够专心的去聆听老师在整个做图形分析讲解的过程 那之后呢 回去 快点把老师在课堂当中所讲的重点呢 把它再重新整理 整理成自己的笔记 那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各位在记忆这些内容的时候 会比较迅速 然后能够理解 当然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透过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各位不管是去卖场啦 或是去任何的地方 去做一些消费行为 或是说 你都能够把你在工作经验 或是你的生活经验 消费经验 跟我们所传授的内容呢 能够做一些结合 我相信 这样各位对于学习 经济学这样的一个一门科目啊 是非常有帮助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我们一开始会介绍需求弹性 那接着跟各位同学说明 影响需求弹性大小的因素有哪些 接着就是谈需求弹性 跟总支出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四个 我们要谈的是供给弹性 好 第五个 我们要去介绍 影响供给弹性的因素 是什么 好 首先 我们先来定义 什么是弹性 好 各位现在看到 同影片上面所说的 需求量 或供给量变动的百分比 相对于某些因素变动百分比的比率 两者之间的比率 叫做弹性 那所以弹性 我们在一开始 跟各位上课之前 已经做了一个说明说 弹性是一个衡量 数量变动的敏感度的指标 那如果各位可以理解的话 那个数量变动的敏感度的指标 那个数量有可能是需求数量 也有可能是供给量 那一开始在这个单元的进行过程当中 一开始也跟各位说明过 影响到需求数量的改变 为什么需求数量会变动 供给数量会变动 因为有一些因素 造成这些数量的变动 比如说产品本身的价格变贵了 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数量减少了 好 所以因为价格的变动 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需求数量的变动 两者之间的变动百分比的比值 叫做需求价格弹性 那换句话说 本身产品的价格变动 我们对产品的供给数量 各位站在你是一个生产者的角度来思考 如果你是一个生产者 产品的价格提高了 哇 这个产品的价格变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提供更多呢 因为提供更多 我们能够获益更多 所以产品的价格提高 我们对本身产品的供给数量也会增加 所以一样的道理 价格提高了 供给数量增加了 那么这个价格提高的这一个变动百分比 造成了供给数量增加的那个变动百分比 两者之间的比值 叫做供给价格弹性 那除了这个之外 往后各位在进入更深的这样的一个 经济学的学习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所谓的需求加加弹性 供给加加弹性 还有所谓的需求所得弹性 这个等往后的时候有机会再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同学介绍 供给弹性跟需求弹性 接下来这是一个 我们把文字的部分呢 变成是一个数学来呈现的时候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也就是弹性的衡量方式 弹性我们用大一来表示它 就是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造成了多少数量变动的百分比 两者之间的比值 叫做弹性 所以各位看 这是价格 造成了多少数量的变动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价格提高 需求数量减少 价格提高 供给数量增加 那因为是需求数量 因为是供给数量 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 跟供给价格弹性 那我觉得这个符号啊 我想我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好 因为我们不需要 我简单画一个图 让各位了解这个公式 比如说这一条叫做需求曲线 因为价格的变动 价格的变动 好 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说价格提高吗 价格从P1变动到P2 对不对 提高了 所以需求数量 就怎么样 需求数量不是就这样子吗 就减少了吗 从Q1减少到Q2 所以价格提高 需求数量减少 那么现在是什么 现在我们说的是变动的百分比哦 那变动百分比怎么算 这个ΔP叫做什么 ΔP叫做变动量 也就是 价格从P1变动到P2 价格从P1变动到P2 所以是什么 变动量是P2 P2 减 P1 那为什么它的分母 这个是变动量 我们现在是变动的百分比 而不是变动量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处理什么 除以 这边是P1的价格 这边是P2的价格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让这一个变动量 再除以 本身的价格 可是现在价格有P1跟P2哦 价格有P1跟P2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什么 不要用P1 也不要用P2 用什么 P1加P2的这样的一个中间 来作为这一个价格 作为它的这个分母 我想各位同学这个东西哦 等到各位有再进一步做学习的时候 我们再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 那我这个部分要跟各位同学强调的是 弹性的公式演变到最后的时候 会变成两个价格的笔子 还有什么 各位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价格的变动量分支 数量的变动量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改成 这样子 各位看得懂吗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dataP分支dataQ 把它移到什么 移到分母来 上下做一个对调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横坐标Q轴 这是我们重坐标P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这一条线的什么 各位这个很重要 叫做斜律 我们说这一条线的斜律 dataQ分支dataP 是代表这条线的斜律 好 所以各位 我们从这边可以体会到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弹性 等于什么 简单来讲弹性等于 斜律 分支一 乘上什么 乘上 好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比 那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弹性越大 各位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弹性越大 弹性越大就表示什么 斜律 越小 因为弹性跟斜律是什么 从这样的一个定义 从弹性的定义 我们可以发现说 弹性跟斜律是成反比的 所以也就是当这个分母越小的时候 弹性是越大 那如果是弹性小呢 弹性小就表示什么 表示斜律大 因为分母越大 这个值 乘上这个值之后 弹性就会越小 那接下来 斜律小表示什么意思 斜律小表示这条线是比较什么 这条线是比较 表示这条线是比较平坦的 那如果斜律大呢 斜律大表示 这条线是比较陡峭的哦 好 各位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好 到目前为止 我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就是弹性跟斜律是成反比 通过这样的一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知道弹性跟斜律是成反比 斜律越大 这条线越陡 弹性就越小 斜律越小 这条线越平坦 那么斜律小 弹性就大 这个东西很重要哦 好 所以我们就来开始看 刚刚前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弹性的定义 那现在我们如果要去介绍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的话 那就是什么 价格的变动百分比造成了多少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 那我们把这样的弹性叫做需求价格弹性 需求价格弹性 价格变动了多少造成了多少需求数量的变动 好不好 那这个部分 务必请各位同学把这样的概念记下来 价格变动了多少百分比造成了多少需求数量变动了百分比 好 两者之间的笔子叫做需求价格弹性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明 需求价格弹性的分类 需求弹性大于 各位 回过头来去看这个定义 价格变动百分比分之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 好 我先简单的说明 需求弹性如果要大于 那不是就是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量的变动百分比 要大于价格的变动百分比吗 因为你把这一个市值 把这个市值移向 把这个价格变动百分比移过来 不是就造成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会大于价格的变动百分比 所以我们刚刚说 同学务必把这样的一个定义记下来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需求弹性大于一 那就是表示什么 价格变动所导致的需求量的变动会怎么样 会比较大 需求量的变动的百分比 会大过于价格的变动百分比 所以各位看这个图形 价格变动的区间是这样子 价格变动的区间是这样子 但是价格变动区间造成了什么 造成数量的变动更大 造成数量的变动更大 有没有 这个长度我们看这个长度 所以价格变动的幅度造成更大的需求量变动幅度 那这样子就表示什么 表示需求弹性大于一 那接着你说需求弹性等于一呢 那各位看图形就很清楚了 它的变动幅度都一样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等腰的 等腰的三角形的话 那这一条线的弹性就是什么 需求弹性等于一 那我们把这样的弹性叫做单于需求弹性 好 接下来 刚刚需求弹性大于叫做什么 叫做负有弹性嘛 就是需求是负有弹性的 那这个叫单于需求弹性 还有小于一呢 小于一就是表示什么 价格变动的幅度造成什么 造成需求数量的改变是比较小的 所以叫做需求弹性小于一 所以你看 价格变动的幅度 是这样子 价格变动幅度很大 那么呢 需求数量的改变只有这样子短短的 所以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图形 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就是 需求弹性是小于一的 小于一回到刚刚需求弹性的定义是什么 小于一的话就表示什么 需求数量变动幅度小于什么 小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好 所以它在图形的反应上面 才会出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需求弹性如果小于就是什么 就是缺乏弹性 需求弹性大于叫做负有弹性 小于叫缺乏弹性 等于叫做什么 等于叫做单一弹性 那还有两个极端的例子 还有两个极端的例子 各位接着看 这个东西叫做需求弹性等于无限大 需求弹性等于无限大 又是无穷大的意思 那么需求弹性无限大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刚刚是负有弹性 那是无限大的话呢 叫做完全弹性 或是完全有弹性 那各位回想一下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跟各位讲说 弹性跟邪律是成反比的 所以需求弹性无限大 需求弹性无限大 那么邪律是什么 邪律一定要等于零 所以各位 我们在旁边做一个注解 因为弹性跟邪律是成反比 那么弹性无限大 那邪律 邪律一定要等于零 邪律等于零的话 那一条线就是什么 那一条线就一定会是一条水平线 各位看下面这个图形 这一条需求弹性是一条水平线 水平线有学历吗 它不是平躺在那里的吗 好 所以水平线的邪律是零 因为邪律跟弹性是成反比 邪律等于零 就表示弹性是无限大的 OK 所以务必把这样一个图形记下来 所以当需求弹性无限大的时候 当需求弹性无限大 各位 在这个地方 也跟各位传达一个重要的观念 需求弹性无限大 需求弹性无限大就表示什么 需求弹性无限大就表示消费者的 意向能力是比较大的 他可以威胁生产者 在这样一个价格之下 在这样一个价格之下 我愿意买 我愿意买 但是只要生产者任意提高价格 各位 他只要提高价格在这个地方 各位看我现在 这个游标的地方 他只要提高一点点价格 各位 他能够碰到需求曲线吗 碰不到对不对 所以各位看只有在这个价格的时候 消费者会全买 但是只要生产者任意提高价格 消费者是完全不买了 所以需求弹性无限大 消费者有完全的意向能力 可以威胁生产者不能够任意提高价格 那各位现在看下面这个图形 需求弹性等于零 叫做零弹性也叫做完全无弹性 那一样我们再跟各位同学做一个复习 我们说弹性跟邪律成反比 弹性等于零 这就表示什么 一定是表示邪律无限大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 弹性跟邪律是成反比的 那既然弹性等于零 那邪律就是无限大 弹性是无限大 那邪律一定等于零 邪律无限大 邪律无限大 一条线的邪律无限大 那就表示这一条线 一定是一条垂直线 对不对 好各位 这个很有趣哦 我们刚刚一开始说 前面那一张投影片 我们说区培弹性无限大 消费者有完全的溢价能力 那相反的 如果是需求弹性等于零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消费者完全没有 没有溢价能力哦 各位可以从这个图形 我说明给各位看 假设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老烟枪 他每天都要抽两包烟 一包烟原本是20块的时候 他是抽两包 当他变成30块的时候 他也是抽两包 因为他是两烟仓 每天固定都要抽两包烟 当价格提高到40块 他一样也是买两包烟 所以他什么 他对价格的变动 是完全什么 完全没有反应的能力 所以当这个需求弹性等于零的时候 当需求弹性等于零的时候 消费者是没有溢价能力的 他没有办法去说 你不能调高我的价格 你不能调高产品的价格 你调高产品的价格我就不买 各位从这个图形可以看得到 不管价格怎么变动 他永远的消费量固定 就是这两包香烟 所以需求弹性等于零 消费者是没有溢价能力的 需求弹性等于无限大 那消费者是有完全的溢价能力 可以喝止生产者 不能任意提高价格 所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那我们在很多经济学的理论里面 或是分析当中 特别去针对 需求弹性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还有需求弹性等于零的情况下 还有一般正常情况下 一般的需求弹性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分这三个不同的类型来做一些讨论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 各位想想看 需求弹性是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造成多少需求数量变动的百分比 那现在替代品的多寡 替代品越多 各位想想看 替代品越多的时候 当产品的价格变贵的时候 比如说本身的产品价格变贵了 我们是不是会去找更多的替代品 所以替代品的数量越多 替代品的数量越多 我们是不是减少这个产品的消费 去消费这些替代品呢 所以替代品越多 当价格变化的时候 当价格变化的时候 数量的变动就会怎么样 需求数量变动就会很大 所以各位可以在旁边做一个注解 替代品越多 需求弹性会怎么样 我们有更多替代品的话 所以数量的变动就会越大 替代品越少 弹性就是小 好 接下来 时间越长 我们越有时间去寻找替代品 对不对 时间越长 我们越有时间去寻找替代品 各位我们在旁边再稍微简单的注解一下 时间越长 我们越有时间去寻找我们替代品 所以当价格变化的时候 需求数量改变会很大 所以时间越长弹性越大 时间越短呢 弹性就越小 OK 那这一个地方是谈的是 需求弹性跟总支出之间的关系 那各位看 我们很简单的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需求弹性 各位看这个地方 需求弹性如果大于1 我们刚刚讲过 需求弹性大于1就表示什么 需求量的变动 会大于价格的变动 那各位假设我们说 价格 价格提高了 对不对 价格提高不是说需求数量会减少吗 那你看 因为需求弹性大于 各位看这个地方 需求弹性大于 告诉你也是 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 会大过于价格的变动百分比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线的长度 我们用一个线的长度啊 来表示它的变动百分比 那各位看 价格提高 需求数量减少了很多 你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价格只提高一点点 对不对 需求数量却减少了很多 各位 这两个东西相乘 你认为总支出会减少还是增加 价格提高一点点 需求数量减少很多 这个长度代表它变动百分比的话 一乘下来 总支出是什么样 总支出是减少的 所以他才说 价格 各位看这个地方 价格跟总支出是乘反向的 价格提高 总支出是减少的 以此类推 各位回去做一些练习 那我们 把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把他们之间的关系 做了这样的一个 简表跟各位做说明 那这里面当然也还有很多的故事 就是 往后 我们再跟各位同学 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各位回去先做一些 基本的练习 看看 弹性的变化 弹性大小 跟总支出之间的关系 那供给弹性一样 如果你前面都了解到 需求弹性的定义 供给的价格弹性 只不过是什么 只不过是 价格的变动之后 造成多少 供给量的变动嘛 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那一样 也有我们特别去说明 供给弹性等于0 刚刚的需求弹性等于0的时候 0 那条线绝对是什么 协力绝对是无限大 所以它是一条垂直线 所以当供给线是一条垂直线的时候 它的供给价格弹性是0 这个跟刚刚的需求弹性的分析方法 是一样的 请各位同学回去 再稍微复习一下 那特别是 供给弹性等于无限大 好 我们说弹性跟斜率乘反比 弹性无限大 那么斜率呢 等于0 那所以这条线绝对是一条水平线 有没有 其他的 供给弹性等于1 它会穿过这个圆点 那如果供给弹性大于1的话呢 供给弹性如果大于1 它会穿过这个纵轴 供给弹性小于1 它会穿过这个横轴 有没有 每一个图形 所以一样 我们在讲弹性的时候 简单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说 弹性大于1 数量的变动 一定会大过于价格的变动 弹性等于1 两者变动的比值是一样的 如果弹性小于1的话呢 表示价格的变动 会大过于数量的变动 还有两个极端的情况 弹性无限大 那么协力等于0 对不对 因为它们是时间是反比 所以弹性无限大协力等于0 那一条线绝对是一条水平线 那不管是弹性无限大的话 不管你是需求弹性或是价格弹性 那就代表着消费者跟生产者 它有绝大的溢价能力 那相反的 如果弹性是什么 弹性等于0 需求弹性等于0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消费者 他对于价格没有溢价能力 如果是供给弹性等于0 供给弹性等于0的话 那一条供给线是一条垂直线 表示这个生产者 对于消费者的要求 是没有溢价能力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样的观念 各位在往后的复习当中 一定要把它记熟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什么 生产因素的替代性越大 现在这个部分谈的是什么 影响供给弹性的大小 这跟刚刚在讲需求弹性的概念是一样的 如果替代品越多 需求弹性就越大 那现在呢 我们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这个生产要素的替代性越大 那当然它的供给弹性就越大 另外跟各位同学补充的一样 在影响供给弹性的因素里面 还是有一个实践因素在里面 时间越长 时间越长 我们越有时间去找什么 越有时间去找一些有利于我们的 当价格变动的时候 我们能够去扩增生产线 去购买机器设备来增加产量 所以时间越长 供给弹性一样会越大 时间越短 供给弹性一样会越小 这个跟需求弹性是一样的 有关于租税负担的部分 我们刚刚应该已经跟各位同学做一个说明 需求弹性越大 消费者越有溢价能力 所以消费者越有溢价能力的时候 我们对产品磕税生产者就越不容易把这个租税转嫁给消费者负担 那相反的如果你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弹性等于零 那就表示你对于这个产品是没有溢价能力的哦 那所以当政府对产品磕税 厂商要把这个租税转嫁给你负担的时候 你是要被迫接受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租税负担的大小跟需求弹性跟供给弹性有关 如果你的需求弹性比较大 大过于厂商的供给弹性的话 那么厂商就越不容易转嫁租税给你 那如果你的需求弹性小 小过于厂商的供给弹性的话 那换句话说就是厂商的供给弹性比较大的话 那么厂商就越有机会把这一个租税转嫁给你 那以上是有关于这一个供需弹性的部分 观念上面比较复杂 希望各位同学回去之后能够再多加的复习 运助各位同学学习顺利